来,我们现在上标题叫做电磁学 就是电跟磁要合在一块 但是我们要先教一些没有电的磁 没有电的磁,磁铁跟磁力 古人很早就知道 有东西会去把铁吸引住 那这个可以吸引铁的东西 就称为磁铁 这种性质,能够吸铁的性质 我们就称为磁性 所以古人很早就发现 有些矿物是可以吸引铁制品的 我就把它叫做磁铁 天然磁石 这种性质我们就称为磁性 现在是不管是天然的还是人造的 只要能够吸引有磁性的东西 我们通通都叫做磁铁 所以提到一个磁性 前面讲说会吸铁 但是现在知道 它不只是会吸铁而已 它有铁估念 铁估念 所以铁估念叫做磁性物质 这个磁性物质的观念 在后面会带到会用到 我是磁性物质 所以我会被磁化 后面要讲磁化 OK 那我不是磁性物质 我就不会被磁化 我就不会被磁点吸引 但铁估念是元素 那它有些合金跟氧化物呢 也可以有磁性 但这个比较麻烦 因为有些合金有磁性 有些合金没有磁性 有些氧化物有磁性 有些氧化物没有磁性 我们国中生也不管这么多 看一个鸡一个就好了 有磁性物质的合金 不见得有磁性 国中程度教个不锈钢 国中程度教个十八八不锈钢 三十四不锈钢 就没有磁性 拿磁铁去吸它 不会吸得住 现实生活领域是 有些不锈钢有磁性 有些不锈钢没磁性 国中教理就是 通通没有磁性 不锈钢就是没有磁性 那这个为什么有 为什么没有的原因 国中也不提 我们就只记结果 那么课本就安排了一个 蛮无聊的活动 就叫你去吸吸看 能吸的就是有磁性 不能吸的就是没磁性 能吸的就是磁性物质 不能吸的就是非磁性物质 像这样 就来吸吸看 这课本的活动 拿来吸一吸 纸板吸不住 保力龙吸不住 没磁性 回文针吸住了 有磁性 所以回文针是磁性物质 那两个就不是磁性物质 还蛮无聊的 不过就是课本的活动 让你知道一下 磁性物质跟非磁性物质 OK